1975年12月 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 琴带墓葬 1155枚保存完好的竹简 惊献于世 也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琴带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揭秘睡虎地第一集 国宝惊献 优优独播剧场 陕西咸阳东郊的黄土园上 是秦咸阳城遗址 公元前221年 这片黄土园上 矗立起六座风格迥异的宫殿 这些宫殿分别仿造 韩 赵 魏 楚 燕 齐 六国的宫殿样式建造 标志着 秦国已经剿灭对方 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秦朝 然而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这个国家遵循着怎样的制度与法律运转 一直是一个谜 给那个学术界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展示的不仅仅是一些法律条文 了解秦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几乎朗刻了当时政治经济 尊世文化 1975年12月 湖北省云梦县 税虎地秦代墓葬 1155枚保存完好的竹简 惊陷于世 这一重大考古发现 震惊了海内外 出土的秦简 共有4万多字 内容十分丰富 让人们目睹了一个真实的秦代 第一次看到秦简的时候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有的试文都是很惊奇的 秦代的检读没发现过 一字一句都是真实的 昏暗的灯光下 一位官员正在浮案阅读 他名叫喜 在秦国南郡安禄县任职 这是一位勤奋的官员 他必须熟知国家的法律条文 因为他从事的是 与法律有关的工作 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大错 公元前217年 46岁的喜去世了 喜生前喜爱的大量法律文书 也一同陪他存放在官室 斗转星移 就在1975年的冬天 人们在一字偶然的机会中 揭开了这个尘封地下 2000多年的巨大秘密 1975年冬天 湖北省云梦县城关 萧里大队 正在利用东咸 进行农田水利建设 农民在县城西郊火车站附近 开挖一条排水区 在铁路西边准备 因为这地势比那边低挖 到雨季的时候经常烙 所以他就修了一个排水区 12月的一天傍晚 一位农民在回家的路上 经过了火车站附近 歇洼的排水区 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只见一段青黑色泥土 出现在眼前 这种泥土同排水区 裸露出来的其他泥土不一样 更加令人疑惑的是 就在深约三米的排水区中 青黑色的泥土 清晰地呈现出一个四方形状 很明显是人工所为 这一偶然的发现 让这位农民感到疑惑 难道这是一处古墓葬吗 青年农民迫不及待地挖了起来 他一看那个墓葬的那个地方 那个水区的地方 露出的那个墓葬 他说这个旁边的青高泥 就好像是原来我们前两年 在大坟头挖的那个古墓的 那个青高泥就是差不多的 大坟头墓地 是云梦县城外的一处西汉墓地 在云梦县城郊外 分布着众多春秋战国时代 以及秦汉时代墓葬 考古工作者曾经在这里 进行过多次发掘 许多农民都曾参与过 田野考古工作 因此对于古代墓葬的特征 有所了解 这墓地一挖 上面田的土是五花土 底下下去就是青灰泥 他一看他挖旗的时候 挖出青灰泥来了 他一看这底下是不是个墓葬 他就中午不回家吃饭 他就接着往下挖 挖到木格板了 就马上到县文化馆去报告去 果真在排水渠中发现了古墓 农民把发现古墓的消息 立即报告给了县文化馆 接到报告后 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 连夜赶到现场查看 马上连夜就跑到挖掘的那个现场 一看就继续一刨 一刨果真 就是一个完整的果盖就出来了 高兴得不得了 就马上向上博物馆报告 地处江汉平原东北原的云梦县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这里地势平坦 水源充足 适合农耕渔猎 早在春秋时期 楚平王让儿子 也就是后来的楚国中兴之王 楚昭王 在这里筑成 故名楚王城 吴楚征战 楚王城成为楚国同吴国对峙的前哨 楚王城有过辉煌的过往 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考古人员在云梦县城周边 出土了大量从商代到秦汉时期的文物 两千多年来 楚王城烟火不断 今天的云梦县城依然环绕着楚王城 因为云梦县丰富的文物遗存 一直以来都受到 湖北省文物考古部门的重视 当接到云梦县的报告 湖北省博物馆 立即派出两位考古队员 赶赴云梦 一位是陈恒树 一位是陈振郁 11号末 也就在这 附近 然后当年我们发街的时候 就是正好是冬天 所以整个地貌虽然有变化 但是地点在这里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陈振郁和陈恒树赶到古墓县场后 发现农田里有许多座古墓都暴露在地表上 索性的是古墓并没有被盗掘过 县场骑道的长度有30米 我们在这个30米里面看 壁上还挂了几座墓 然后在考古探探 总共在这个渠道的范围以内 发现了12座墓厂 都是比较小型的 那么探探完以后 我们就开始开工 临时组织的考古队 由陈振郁和陈恒树带队 队员是湖北校感地区 一工一农培训班的学员 学员都是由回乡知识青年组成 考古人员进入古墓群发掘现场 首先对古墓逐一进行编号 北边的话就是1234过来 然后有些我们统一整个编个号 按顺序先把它挖开了以后 整个墓口开了以后 统一编号 税虎地位于云梦县城关西郊 原来是高于周围平地的一个山嘴 经过平整土地 已经成为一块平地 十一座墓葬较较为密集地 分布于税虎地山嘴上 江汉平原的冬天并不寒冷 因此古墓葬覆盖的土层很容易挖掘 加上墓坑不是很深 发掘工作进展很快 当时你这批墓葬射过的话 都是小型墓葬 没有风土堆 也没有墓盗 那么四壁的话 它就是都长方形的 四壁都比较垂直地往下 口子比较大 底部比较窄一点 1972年 考古人员在湖南长沙 马王堆西汉墓发掘 引起了轰动 就在1975年 湖北江陵凤凰山 168号墓 也发掘出土了一具 保存完好的南施 云梦县距离湖北江陵不是很远 都地处江汉平原 人们也希望 这些古墓葬能够出土一具古尸 有这一个在群众中间的基础 它是深入人心的 只要说哪里考古 就希望能够挖出个尸体来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 几座墓葬挖开以后 并没有人们想象的古尸出现 出土的器武也多为陶器和漆墓器 考古人员根据出土器武判断 墓葬有可能是战国秦汉墓 但到底是哪一个年代 依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几周后 当考古人员发掘到七号墓的时候 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果室门楣上刻有 五十一年屈阳图邦八个字 七号墓里写的 齐阳四五邦 五十一年 当时银梦这个小地名叫齐阳 安禄曾经是楚国重镇 公元前276年 秦将百起沿汉水南下 直入楚国腹地 攻取了楚国都城影 安禄也在这一年被秦军攻破 纳入秦新设的南郡馆下 五十一年的文字出现 让考古人员十分兴奋 结合出土文物 考古人员确定 五十一年是秦昭王五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前二五六年 在南方 这一年秦国修成都江宴 在北方 秦国正按照远交进攻的策略 对临近的韩国和赵国 发起猛烈进攻 考古人员发现 这批墓的藏具都是一官一国 由于用清灰尼密封 藏具绝大多数保存完好 棺果的构筑方法基本相同 属于秦代墓藏 彩绘陶器 漆木器 铁器等一批珍贵秦代文物 被发掘出来 这是睡虎地九号木出土的 蒜头壶 属于典型的秦代器物 壶口的绳索依然完好如初 这是彩绘变形凤鸟纹七元盒 木胎 挖制 彩绘凤形七勺 少体挖成缝身 少饼雕成头颈 用红鹤漆汇出缝的眼 鼻子 耳以及羽毛 这是碱形壶 因气形似残碱而得名 当考古人员清理到十一号墓葬时 发现这座墓墓坑明显比其他墓坑大 也是长方形数学土坑墓 与以往发掘的楚墓不同的是 墓坑四周有角窝 但它这个墓葬有很特殊的地方 在墓的四壁的话 有六座墓 这四二座里面有一半 在拐角地方都有角窝 就是上下墓坑怎么上下 它就是通过踩着角窝往上绳子一拉 踩着角窝就上来了 所以它这个东西 在咱们汉墓跟楚墓没见过 十一号墓是一座长方形数学土坑墓 坑土上部为五花土 厚达1.1米 下部是青灰泥 厚有两米 墓坑田土经过层层夯打 十分结实 为什么叫五花土呢 就是你墓坑挖出来的土 它本来不同的层次 有的是红的 有的是褐色的 有的是不同颜色 在回田的时候 那些土变成五花八纹 所以简称叫五花土 税虎第十一号墓发掘工作 持续了将近一个月 墓坑深5.1米 墓中有果室 果室封闭严密 果室内仅有积水 这种清水墓 在考古发掘中不多见 说明当年果室密封的非常成功 揭开果室盖板 考古人员发现 果室内有官室和头箱 头箱上层是铜器 陶器等 底下放七木器 就在清理十一号墓果室的头箱和边箱时 围观的人们踩塌了一方土 砸断了木坑内的棺盖板 谁也没想到 就是这一次小小的意外 竟然揭开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1975年12月26日早上 考古队员踏着原野里薄薄的冬雪 来到了税虎第十一号墓葬发掘现场 当清理完木坑的积水后 陈恒树正在边箱清理器物 他注意到 站在木坑边的一个年轻人的水鞋上 沾着一片小竹片 惊艳告诉他 这可能是文物 他也凭他的威望 都不许动 站着不许动 他就马上从上面 跑到下面去看 看那胶血 发现胶血上面 有这么长一个竹片 木坑里突然出现了竹片 让考古队员一头误水 这个竹片是什么呢 这就奇怪了 锅里面没有 棺还没打开 为什么会有一个竹片 在那胶血上面 它在棺材里头肯定有名的 陈恒树从年轻人的脚底下 取出了那片小竹片 清理过后 发现竹片上竟然清晰地写着字 这显然是一片珍贵的竹简 昨天围观群众踩他的土 砸坏了墓内棺里的竹简 发现了写着古字的竹简 人们兴奋不已 讨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挪开 被砸坏的棺盖板以后 顿时惊呆了 一句人骨架上散乱着堆满了竹简 它的枕部 脸的右侧 身肩膀右肩 以及整个身体的右侧 布满了一束一束的竹简 其他的竹简都比较完整 保存得相当相当好 竹简的发现 让在场的考古人员感到十分兴奋 但又犯难 如何清理这些竹简呢 竹简在水里 已经浸泡得十分柔软 稍有不慎就可能损坏竹简 满满的官都是竹简 怎么办 因为当时在工地里面 是大雪 刚下过大雪 而且这么多的竹简的话 如果你在工地清理 陈振郁决定 将官抬回云梦县文化馆 再进行整理 以保护竹简 赶快到木材厂去 打一个尺寸 比官 这个手艺长宽一点 四边长过十来公分 然后加固 同时工地里 就把那个官的四壁板打掉 云梦县城官镇文化馆 距离税虎地勤木的 发掘地点并不远 考古队员用肩膀扛着 指榴官底的棺材 一路运回了县文化馆 然后就开始洒水 就要水 洒个水怕它干的 上面再搞上了海绵 再搭上了塑料布 税虎地十一号木 出土了许多竹简 一下子使这个小县城热闹起来 人们纷纷猜测 墓葬里到底出土了 怎样的宝贝 有的人说 比古诗还重要 此时人们并不知道 一个消逝在历史长河深处的秦代 不经意间 因为这些竹简的发掘 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让考古人员感到迷惑的是 随官放置的随葬品 多是金银玉器等 墓主人生前喜欢的贵重物品 税虎地十一号墓主人 将竹简置于身边 说明这些竹简对它十分重要 墓主人为何将这些竹简 带在身边 竹简的内容是什么 带着许多疑问 考古人员开始了竹简的整理工作 首先就要把这个竹简 要剥落出来 陈恒术是有经验的 陈恒术马上就 第一是不让贤人进来 第二就是清理这个竹简 这是当年竹简整理人员 绘制的竹简分布图 根据竹简在墓主人身体 头部 腹部 足部等不同部位 将竹简排列标号 并分成甲 乙 丙 钉 物 脊 庚 心 八足 后来知道 墓主人头部枕的竹简 是最重要的边年纪 记录秦统一六国的大事 以及自己的履历 当时陈恒术就是从头骨后边 一直一直地把简清出来 怎么个清法呢 用一个镊子 把它轻轻地一根一根地捏出来 工作人员按照竹简出土编号 摆放竹简 并在清水里用毛笔将竹简 一一清洗干净 毛笔的笔毛很软嘛 就一直一直刷出来 刷出来之后 就搁到糖丝盘里面 下面垫那个泡沫 大概一盘里面呢 大概可以摆五十只左右 经过清洗后的竹简 显示了原来的模样 竹简上写满了文字 只见在简的上部 中部和下部 人们发现有三道绳痕 显然 竹简在当时是用三条细绳 编辑成侧的 现在看到的竹简 已经散乱 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 就是尽可能按照原来竹简的顺序清理 以便于以后的试文 是你图上的第几号 必须图跟食物对上了 包上号 之后写上这一简是第几号 1976年新年刚过 一个中年人怀着急切的心情 从北京赶往湖北省云梦县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 因为云梦县竹简出土数量多 整理难度大 湖北省文物部门 紧急请求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 进行协助 李学勤此行的目的 就是对出土竹简 进行初步的整理和研究 那首先带我们到墓地 那么到墓地以后回来就 因为李先生说要尽可能找的照相 找到照相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那个找出来的智能比较清楚一些 就是他起码还没有 还没受到损失 因为这个简放在外面时间长了以后 他自己要编淡的 李学勤等人来到云梦厚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竹简拍照 防止竹简出土后发生意外 在云梦县医院的暗示里 出土的竹简被全部拍照 简照他很顺利就读了很多 而且他就断定这是琴带的竹简 记录是琴带的事 李学勤很快读出了这批竹简的主要内容 同时他也被眼前这些琳琅满目的竹简惊呆了 第一次看到琴简的时候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的那个自己清晰如新 那个内容是丰富 新奇 丰富值得多 新奇值得这些内容已经没看过 大家都感到那个十分震惊 云梦睡虎地墓葬一下子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琴简 许多人一时竟难以相信 比如说当他自己到了云梦 亲自看到这个琴简之后 他才放心地确定 这个就是琴简 云梦睡虎地墓地出土的是琴简 令人喜出望外 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琴带竹简出土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 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如此数量众多的琴简出土 显然对于琴带历史研究极具价值 湖北省云梦县 发现大批琴带竹简的消息传开 立即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后来人们发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堪称是新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湖北隋州曾侯以墓 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 河南安阳商代富豪墓 陕西秦始皇兵马俑 一大批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 横空出世 而税虎帝大量琴带竹简的出土 又为这一大发现增添了传奇色彩 李学勤等人发现 出土的竹简不仅新鲜如初 而且墨书文字很有特点 字体的线条 由转书为婉的无笔 变为历书险峻的直笔 从书法史的角度 那么是非常珍贵的一批资料 那么这个到云梦税虎的勤简 是另外又一批珍贵的资料 那么因为它的书体在变化 我们说早期它是一个 完全是一种专义十足的 这样的一种书写方式 但是实际上到了 从云梦国殿出土勤简 到云梦税虎的勤简的时候 它已经由转到利 我们说汉利 汉利实际上这个 在云梦税虎的勤简 已经出现它的利益 云梦税虎地出土勤简 长二十多厘米 宽为零点五到零点八厘米 一千多片竹简 或单面或双面 写满了墨书文字 竹简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五枚 堪称国宝级文物 云梦县的古墓藏 出土了重要文物 使得当地的干部群众 十分好奇 迫切地想了解 地底下到底出了啥宝贝 在云梦县文化馆的会议室 李学勤应邀给当地的干部 做了一次讲座 文化馆二楼的一个大会议室 这个参加的人就比较多 也没通知谁来 大家文讯都来了 那当天晚上 李学勤讲这些出土的内容 鸭雀无声 在这次讲座上 李学勤当众公布 云梦睡虎地出土的 是秦代的竹简 通过竹简的内容得知 墓主人名叫喜 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 死于秦始皇三十年 他亲身经历了秦始皇亲政 到统一六国的整个过程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站 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许多人都会在北京站留影纪念 1976年3月16日下午 从湖北省云梦县来到北京的陈康生等人 在北京站的月台上就被人接走 鉴于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秦简十分重要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要求 湖北省文物部门将秦简运往北京 进行科学保护和研究 陈康生等一行人的任务 正式护送秦简进京 我们四个人有了一个软卧 有一个软卧把它放到行李架上 行李架上没有别的东西 因为这个车厢也就我们四个人 所以也很安全 北京五四大街上 有一座红色砖瓦砌柱的建筑 也是北京大学的旧址之一 因此被称作北大红楼 1976年 这里也是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办公地点 国家文物局从全国抽调 古文字 考古等方面的专家 成立了税虎地勤俭研究小组 由李学勤担任组长 因为他对这几个领域 古文字他也熟 历史也很熟 发字时也是比较所考古 李先生考古方面的文章也很多 因为他等于这几个领域他都能关通 所以只有李先生来主持这个工作 竹简能够保存2000多年而不腐烂的原因 是因为墓葬密封严密 隔绝了空气 同时棺果浸泡在水中 然而经过漫长时间浸泡的竹简 已经十分柔软 需要立即采取措施 这个竹简 它的水分蒸发完了之后 它就桥了嘛 一变桥了 直接变形了 变形了整个文物都没了 保护好竹简 是工作人员最重要的任务 这个任务也很简单 就是每天要换水 每天都得换水 不换水就怕文物遭到破坏 专家们经过研究 决定对竹简尽快进行脱水处理 进行科学保护 同时李学勤等人 对勤简进行试文工作 因为竹简背面的信息容易被忽略 当时李学勤特别提醒大家 注意竹简背面的信息 那么我当然我遵照他的意思 在我文艺上召向的时候 就每一个背面都泛了一下 有竹简的地方 它有些有泥土盖住的 用毛笔给它稍微扫了一下 这是青雾在无你气的 气掉了就发现了两个题目 就是那鱼书 还有风筝舍 因为这两个题目 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的概念 观念想不出来的 1976年7月28日 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 震惊世界 地震波及北京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所在的红楼 被确定为微楼 红楼里正在修复的竹简 受到了严重威胁 一场保护国宝的行动迅速展开 很快 竹简安全运送到了历史博物馆的地下室 陈康生等人也被安排住进了故宫 湖北省博物馆 云梦睡虎地勤俭吸引着游客的目光 这些装入玻璃室馆已经严密封起来的秦简 今天成为研究秦代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的宝贵资料 仅仅是云梦勤俭一个下级官员记载的法律 就如此是丰富 他给我们展示的什么呢 展示的不仅仅是一些法律条文 而且这个法律条文所反映的 我们国家里整个的社会发展 工业发展 农业发展 商业发展 整个的文明发展 因为史料的缺失 秦代的真实面貌已经模糊不清 而睡虎地秦简的出现 让人们触摸到了一个真实的秦国 它还大地扩充了秦代的历史资料 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窗口 那么当年司马迁都没有见到这些史料 突然一下子涌现到我们面前 那就是学术学当时可以说是奔走相告 两千多年前 地处西垂的秦国通过变法图墙 与东方六国经过了漫长的博弈争锋 最后用十年时间一举统一了中国 历史学者试图通过考古史料 探寻秦国能够力扫群雄完成统一的原因 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现 无疑提供了重要帮助 我们通过睡虎地秦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可以更全面 更深刻 更真实地了解当时的历史 了解秦国的历史 了解秦文化的面貌 对于我们来说明这段历史进程 包括秦统一 我们就会有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判断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 费景田 种农丧 蒋军工 并逐步建立了完备的法律 使得国家走向强盛 睡虎地秦简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 秦代以田律 救院律等法律的形式 将农田水利 山林保护 牛马饲养等 纳入政府法定的工作内容 春季不得打鸟 不得打野兽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鸟兽发群都是在春季 那么在那个时期 你如果打了一只鸟 那就不是死的一只鸟 可能是一群鸟 所以说在当时 这个人已经认识到了 这些自然的生物 它对人的生存它的关系了 这个可以看出 当时这个文明程度里的发展 严密规范的法律 需要人去实施 因此秦代立志严明 以保障秦法的推行 这条简文讲的是 公器不酒客者官色夫资一顿 这个公器就是我们的公家的器具 公有财产 酒客就是在上面要刻字 要写一个写它的名称 写它的所有者 如果不酒客呢 它的这个管理者就要资一顿 就要罚款一顿 湖北省云梦县是喜的故乡 也是税虎地勤俭的出土地 两千多年过去了 今天的税虎地勤俭所体现的法治精神 依然踪迹可循 情侣的代表着 唯一之道 用含了忠心尽善 宽裕慈爱 正行修身 和这个亲自凝结的思想 情侣十八种里面 有一个关于公车试用的规定 在古代的时候 它就规定了 如果公车试用的话 不仅使用的人要赔偿 而且管理公车的人 也要定罪的 云梦县城关镇 楚王城遗址不远处 云梦祥山博物馆 坐落在这里 这里收藏着税虎地勤木 以及云梦县境内出土的 众多精美文物 展示了云梦深厚的文化底蕴 博物馆里 珍藏着李学勤 在1976年 写给陈抗生的信 信中说 云梦今后在考古工作方面 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地点 必将有非常重要的发现 先秦时期的云梦大则 是这片土地古老的记忆 云梦睡虎地的得名 也源于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 跨越两千多年的时光 震惊世界的税虎地勤俭 最早的目独家信 让人们触摸到了一段 真实的历史 云梦县文化工 一场演出的彩排正在进行 表演的剧目是历史剧《秦简颂》 两千多年前的古老云梦 依然被今天清晰地记忆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